修比修比 阿威修比 娱乐吉尖播 娱乐消息八面通 欢迎收看冷的三点想吃就吃 由冷三菱冠名播出的娱乐吉尖播 哈喽大家好 我依然是爱你们的冯青 清清 大家好 我是小琪 周六快乐 是的 大家快乐 那问一下小琪 今天清清穿的怎么样 很难看呀 有没有带一阵风啊 没有啊 像不像个武林高手啊 像个武林大妈呀 她就这样讲我 但我也告诉大家 这个慈福高铁站 慈福机场站 是聚集了各方高手 他们说一朝武林大会 将会在此展开 到底是什么回事 其实更像是一个科技大会 因为咱们长沙慈福是大变身 将慈福高铁站和慈福机场 打造成了一个炫酷的科技体验营 让少年们了解轨道和航天 等行业的高科技 而且此次的科技展览 集合了湖南慈福 山河智能 中车珠基 铁剑重工 国防科大等十多家参展单位 通过图文视频等 各种全方位的展示方法 就为了让你了解科技 是多么的发达 去看一下 这是慈福快线第二的近战口 千平的高科技体验营 共展出了湖南慈福 中车电机 山河智能等十多家企业 和高效的研发成果 可谓是集合了全国的高科技 这个无人机可以低空飞行 喷射农药 学生设计的方程式赛车 2.9秒就可以瞬间提速到 100公里每小时 而这个机器人 更是可以自动巡逻监控 众多高科技吸引了市民的眼光 不过不同人群的兴趣点 可都不一样 孩子们才不管科技不科技 他们就喜欢炫富的赛车 和自己动手做的小游戏 比如自己动手数钱 这里是我们搞的一个 小小活动叫做小小银行家 就锻炼大家对于钞票的认识 还有点钞的速度 我们也可以进行 这个人民币的一个宣传 我们就是培养我们的潜在客户 对吧 和孩子们不同 家长更关心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展品 比如未来城市的模型和出行方式 这个区域展出的是有关未来电车的设计规划 续航时间长 载客量大 低碳环保等是工作人员介绍的重点 然而更关键的是 工作人员会讲解工程建设背后 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 来自广州地铁设计院的工作人员表示 科技展其实是侧面寻求市民 对于城市建设的理解 地铁建设区会有交通违避施工 对不对 这些材料可能好多人为什么说 我们这个路一违避就是一两年 对不对 所以说通过这种 我们把各个环节都展示出来 让广大的市民了解地铁建设 了解地铁设计的一个重要性 从而支持地铁建设 据悉科技展有磁浮高铁站和机场站两个展厅 展出时间将持续到10月点 每天有20张儿童票免费在湖南磁浮微信平台提供 相信看了众多的高科技成果 市民更能对城市建设多一份理解和耐心 清风记者长沙才能报道 真的是厉害了咱们长沙的磁浮高科技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厉害了我的仔系列 今天又有所期待了可以 那肯定要期待了 昨天的小孩是直接向我叫板了 小板你 天哪 但是我很喜欢 所以我要问一下小琪 在你10岁的时候 如果你的父母要求你学各种各样的特长 你该怎么办 我10岁的时候只学了一门萨克斯就已经坐不住了 我觉得10岁就是喜欢玩的时间 那个时候你要天天去学特长的话 怎么能够忍受得了 你根本就做不到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今天我要介绍这位厉害的宅宅不得了 怎么了 首先她刚好10岁 也是爱玩的年纪对不对 但是她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她是看见什么 喜欢什么 她是喜欢什么 就立马要求她的父母送她去学 她自己主动让父母送了 而且是搞得她的父母都担心 咱们的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完了 我最爱天天是打架子鼓 小彭达我们高兴的时候用架子鼓怎么表达 那如果你很低闷呢 很生气呢 愤怒 这个玩转架子鼓的小帅哥叫彭达 今年10岁了 每逢学校演出 他都是第一个被老师想起来的文艺骨干 虽然彭达的妈妈说她最会打架子鼓 但是小彭达自己却说 她唱歌跳舞什么都会 什么都感兴趣 看着一个十岁大的小朋友 唱歌跳舞乐器都在学 想想都觉得小朋友很辛苦 但是彭达的妈妈却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小彭达自己要求上的课 反而是他们担心孩子压力太大 没有时间玩耍 虽然正值暑假 但是彭达每天的行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不过他自己却乐在其中 而且他从不给自己去设限 只要他觉得有意思的 他都会去尝试 前不久他还参加了 湖南省歌舞剧院的大型原创音乐剧 袁隆平的演出 在其中饰演袁隆平的儿子 小彭达还在不断探索新的边界 而他之所以能够这么的活泼开朗 是因为他的家庭氛围非常好 彭达有一个不怒自威 却喜欢和儿子称兄道弟的爸爸 一个甘愿为子女奉献的全职妈妈 还有一个相爱相杀多年的亲姐姐 彭奥 两个带子放在一起 我们就抢着抢着吃招了 你吃我的我吃你 你吃我的我吃你 少吃了一点的话 就会觉得 你怎么 就感心里就是那种感觉 男子看戏一把说 姐姐 下次吃的 我让给你 说不说 姐姐 下次再说 我不给你 看着这对活宝 他们真的是填在心里 现在小彭达是越长越好看 就算是团体出去演出 也都是大家瞩目的焦点 可是彭达的爸爸 却因为儿子这张24K纯帅的面容 觉得他不够阳刚 现在要给他多点鼓励 让他有自信心 是吧 你就是没有自信心 有一点我可以让我变成男子汉 就是天天跟他混呗 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 造就了小彭达 节节开朗的性格 和对艺术无穷无尽的好奇心 虽然小彭达的爸爸 担心孩子贪多嚼不烂 但是小彭达才十岁而已 多学习 多尝试 才能找到最合适自己的 不是吗 厉害了 我们自在 别人家的孩子 是这样的 我们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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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总喜欢 夸奖别人家的小孩 你细节说服活了 服的记号 今天还拿省三个学生 呗 蛮巧啊 今天我们不说别人家的孩子 说说自己的仔 一位吉兴丰暑期特别起话 厉害了我的仔 再厉害了 说实在的 像彭达小朋友 自己主动学这么多的 还真的是比较少见 那确实 应该是没有见过好不好 是 不过 你说现在父母 多多少少都会让自己的孩子 去学习一下艺术啊 唱歌跳舞画画 因为毕竟等到长大以后 发现这些能力 还是能够受用终身的 那肯定啊 所以呢 我觉得他这一点 真的特别好 也就是大家能够 学习他的自主性 那刚刚看了一个 这么爱学习的 厉害的宅宅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 一群厉害的宅宅 你说现在的小朋友 怎么都这么不得了呢 今天下午 少年儿童才艺大赛 在长沙某大型商场 拉开了帷幕 这场比赛汇集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 多才多艺的萌娃 是从哪儿过来的 是从西 我们是从江西南苍过来的 我是从甘思兰州 虽说是一场孩子们之间的比拼 但也忙坏了家长们 为了让孩子的演出更加出色 平时忙于工作的家长 这次也换上了演出服 化起了妆 和孩子来了一场亲子走秀 祖下舞台的家长们 不敢有丝毫松懈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 在舞台上有更好的表现 纷纷当起了服装师 化妆师 艺术指导 台上台下 好不热闹 因为孩子特别喜欢的 所以就一直支持他 参加了比赛多了 所以就孩子也有一定的尊严 这是我做的 自己做的一份 对 是专门为了这个活动的吗 是的 因为我觉得他就梦想有一个能穿一个动作服的愿望 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件 然后做了一件不是要亲子秀吗 我就给我做了一件 我觉得每个小女孩都有一个梦吧 彩排的时候把左脚扭伤了 脚扭伤了 在家里就练了两天 她一直就喜欢跳街舞 出来比赛干什么 我们都一直陪着她 我本来还在那个西安出餐 今天特意赶快来参加了这个比赛 在本次活动上 全国各地的萌娃都带来了出色的才艺表演 优秀的萌娃也将登上娱乐级先锋 厉害了我的载特别板块 其实每一个孩子背后都有父母的亲力付出 在现场不少家长都推掉工作 不远千里来陪伴孩子参加活动 对于孩子而言 比赛的奖项只是对他们的一个小小的鼓励 而父母的陪伴才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好的礼物 新风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是的 谢谢小朋友都好棒啊 给你们鼓鼓掌了 接下来亲亲依然要问一下小琪 这小琪是属于00后对不对 对 1900后 好了好了 所以有没有看过八七版的《红楼梦》 还真的看过老板的四大名著 都是非常经典的全部要看过 是的 那你对里面最经典的角色是谁 我个人印象很深刻的邓杰老师的演的王熙凤 哇 未见其人 先闻其身 没错 那英识让你说一个男性角色呢 提到《红楼梦》男性角色 所有人第一个脱口而出的肯定都是贾宝玉了 那他的饰演者的名字就是 欧阳奋强 漂亮漂亮 其实欧阳奋强应该算是成为 中国电视剧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 对不对 真的没错 为什么要提到他呢 我一定要跟你讲一下 三十年前的贾宝玉觉得很棒 大家现在是个邻家大叔了 而且这个大叔还来到了咱们长沙 不为推荐剧 就为推荐他的新书 我们去看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大家会坐 准备签奋了 你没看错 正和大家一起拍照的 就是八七版经典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欧阳奋强 曾经的奶油小声 如今变成了一位稳重老练的大叔 滴不尽 相思写泪 相对对我来讲 带有个人色彩 是红豆曲 对 因为红豆曲是为宝玉而写的 那么向大家所熟悉的 熟知的 广亭梅 分不落 再欢迎 我都非常喜欢 欧阳奋强 今年54岁 成都人 20岁时被导演王福林看中 参与拍摄《红楼梦》 1987年5月2日 这部历经两年研讨 两年筹备 三年拍摄的电视剧 终于在央视首播 只是今日已经重播了一千余次 被观众奉为经典的剧 走过了三十年 为了今年这一刻 欧阳奋强推出了新书 《1987我们的红楼梦》 以此留出回忆 今年是多久的三十年 我们觉得它更加的有意义 因为再往后面走 我们很多老艺术家 年岁也很高了 做四十年的可能性 我认为只为少年 所以做了三十年 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凡的 书中 欧阳奋强把剧组台前幕后 所有的故事写了进去 从全国海选集中培训 正式开拍到配音 作曲 唱歌 浮华道等等 谈及那段经历 他感触演织人员的 无私奉献和责任心 成就了如今经典的《红楼梦》 为了拍一个戏 把大家集中起来 几个月的学习 这是在中国的影视 包括舞台剧 从来没有过 至今大家情历非常的深 应该说不是一个剧 是一所学校 是一所《红楼梦》的大学 大家在大学里面待了几年 影响了一个同学之情 来形容《红楼梦》剧组之间的友情 是不为过分 《红楼梦》精神体现代表了 电视总业人员的拼搏精神 每一个用心的细节 让观众久久难以忘怀 长沙图书馆一楼的书店内 上百位粉丝听得津津有味 跨越了各个年龄段 随后他们更是自发买书 拍几场对董拜签名 激动不已 山人内下的闲血 在这儿都能感受到 我喜欢你们的音乐 真的吗 我还喜欢小旭 小旭不在了 真的可惜 我看到那一段 就是他们重温的 那个宝贷初会的那一段 其实我挺感动的 也落泪了 因为想起了陈小旭 然后我觉得是 八七百红楼梦 是非常经典的一部 打开这本书 看到第一张的图片 我就禁不住 就会掉下眼泪 这也是我第一次 就是这样子的签售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子过 俗话说 英国有个说不完的 莎士比亚 中国则有个 说不完的草选情 有一部读不厌 说不尽的《红楼梦》 从古至今 翻演《红楼梦》的 电影电视剧比比皆是 但没有一部超越了八七版 有理想才有追求 有敬畏才有标准 任何精品经典 都是用时间拼搏 才华心血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 和适当的条件下 打磨出来的 前方记者 长沙采访报道 接下来推荐一部 同样经典的话剧作品 《恋爱的犀牛》 由著名导演孟金辉 指导《恋爱犀牛》 从1999年上映到现在 成为了中国话剧界 先锋话剧的代表作品 也被很多人称为 是爱情的圣经 是的 一首都这样 我们都很激动 因为真的很喜欢 要告诉大家 下半年将会在长沙 再次演出了 昨天呢 该剧的男女主角 是来到了长沙 举办了见面会 而且一定要告诉大家 这一次的男女主角 是一对新人了 他们是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什么关系 他们是一对真实的情侣 所以演出来 应该会更加游刃有余 我们看一下 娱乐极先锋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恋爱犀牛》中 冥冥的扮演者刘爽 我是马路的扮演者张一诚 要说这两年的话剧市场 的确没有前两年那么火爆 但是孟金辉话剧工作室 出品的话剧 却是逆势而上 一出《恋爱的犀牛》 上演18年 还是经就不衰 昨晚这部经典话剧的 最新主演张一诚 刘爽再次来到长沙 和剧迷们亲密互动 我要用所有的在新人情 我要用你 伤出所有光影 想着你 望着你 等着你 我的爱情 看着急得满满荡荡的人群 可见长沙话剧迷们的热情 在娱乐之都长沙 好作品从来不缺乏市场 面对即将到来的孟金辉话剧演出季 湖南的剧迷们显得激动不已 看过2016年北京风潮剧场的那一版 那时候还不是小爽他们演 但是觉得整个演员都是越来越年轻化的 也是很有答 希望多演几场 然后多增加一些梦金辉的话剧 能够到场上来演 湖南喜欢话剧的年轻人都还是挺多的 尤其是姑娘们 其实现场的很多观众都和这位姑娘一样 看过不止一遍恋爱的犀牛 那么到底这部剧有什么魅力呢 我觉得它有一种叫什么普世性了 然后并且关于爱情这个东西比较永恒的一种 就是永恒的话题 然后呢就是每一个人都能通过 在这个戏里面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虽然在剧中张一诚扮演的马路 没有和刘爽扮演的冥冥在一起 但是现实生活中 他们却是一对真正的情侣 在舞台上只要彼此一个眼神 就能够心领神会 相互之间百分之百的信任 表演起来也是更加轻松 这次携手来到长沙 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 星辰遍地的美食 其实长沙的美食何止臭豆腐 在今年下半年的梦金辉话剧演出季 两位在长沙会有多长演出 长沙的话剧迷们也可以享受最纯正的 孟金辉先锋话剧大餐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是的 恋爱的新牛真的好期待呀 问一下小琪你是不是遇到老熟人了 没错 男主是我大二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位大哥 所以就更加期待了 期待的时候我们也要开心地进一段小广告 不要走开 等会见啦 等会见 是的 要告诉大家在8月8号是我国的全民健身日 那我们急行风在这一天又搞事情了 那就是不服来战 每次这次不服来战我们要挑战的就是跳绳 只要你是跳绳高手或者是没有跳绳达人 欢迎前来报名 我们也是等你来战 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那就明天见啦 拜拜 为了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为了今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 从2009年起 每年的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 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地参加体育活动 我们游乐街先锋将会在8月8日举行一场 以跳绳为主题的不服来战线下活动 据说我们的先锋记者今天就在街上 遇到了几位跳绳高手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先锋记者芝芝 离我们8月8日全民健身日还有4天的时间 那今天先锋记者也是来到了一个 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个商场 然后来为大家搜寻搜寻 看看我们长沙民众 跳绳的水平到底有多高 你会跳绳吗 我不会 我们在家里不会跳 在学校会跳 一般你们说跳多少个 我们一般的千多个吧 什么一千多个这不是在逗了吧 找了两个小时的跳绳达人真的是得来全部费功夫吗 一二三 开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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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吗 他只有三十多秒哎 不想跳了吗 说好的一千多个呢 这才三十多秒就跳不动了嘛 不行不行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选手 据说平时在家一分钟能跳150多个呢 跳绳的话其实就是说整个脚掌不要全部落地 这样才能保证你的膝盖不会有一个受伤害 然后同时这样的话也会有一个省力的作用 同时保证你的 就算了